不要以為這個保證買回 是什麼廣告 其實這是一個建商噱頭 預售屋接待中心 不斷有客人前去看屋 房市不景氣 建商打出保證買回四個字 就是要吸買氣 不過這可是有條件 得在門牌落地前 買家違約建商 就可以原價買回 這裡的預售屋 10坪到30多坪 房價700萬到上千萬不等 建商這樣真的划算嗎 你說我買到 然後你又再幫我買回去 就原價 那請問一下那你要賺什麼 連民眾都打上問號 畢竟如果未來房價下滑 建商原價買回可就虧很大 但一方面有這些保證 等於買家有個後盾 房子賣的也會比較快 不過附帶條款可要看清楚 如果建商老闆的話 那個保證什麼都沒有 或是建商更名 他這個保證買回也什麼都沒有 而在台北周翔從話去這裡 廣告一個比一個還要多 甚至還打出二字頭房價 廣告招牌一個比一個大 價格戰直接開打 二字頭房價打最兇 甚至還有建商再出招 推免自備款 例如一千萬房子 買家八成貸款 剩下兩成建商出自備款 兩百萬 限期絞薪 算下一年還款百萬 壓力可是相當大 其實重點還是揚冒出來的 因為免自備款 他可以把自備款的利息 加在保護總價上 所以其實消費者 一點都藏不到任何的便宜 另外還有建商推 買貴退價差 買家要留意附帶條件 還有我最便宜廣告字樣 專家建議要觀察 臨近地段有沒有嫌悟設施 房市交易量冷清 建商Hold不住 各出其招 就希望能趕緊把房賣出去 民眾也要睜大眼睛 仔細盤算 才不會買了吃虧 記者瀏覽亨 邱思琳 台北報導